上周六下午四点 著名雕塑家王维利的学生们 在王维利工作室雍格中心 举办了一场恩师答谢的作品展 这次一共展出95件作品 都是学生们谢给王老师 二十多年来对他们艺术教育的一份礼物 当天下午 市长Ernitz Parker 特派代表颁发证书及致辞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张传斌副总领事 也现场致辞表示祝贺 当天来自休斯顿主流社会 华人华侨三百余人参加开幕式 绘画与雕塑艺术家王维利 自迁居于休斯顿以来 从休斯顿大学 市中心议会大厅 医疗中心 各大公园及全美其他州 都有他的作品 他的学生中超过80%是美国人 其中不乏许多专业的职业艺术家 和艺术老师 而是什么让他的作品和学生 不满于世界各地呢 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雕塑系的王维利 是雕塑界掌握技术 最全面的雕塑家之一 原雕 佛雕 石刻 鱼木雕 以及祝同纪念碑士 等等全部精通 而且又是一个不断实践的人 他善于思考 创作 在艺术上能够抓住 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绝不放弃 创作直到满意为止 有一种超群的任性 他不只是勤奋 更是忠于自己最爱的艺术 去全身心投入的人 正如 休斯顿市长 埃尼斯·帕克 在颁发的贺书中 特别提到 王维利移居 休斯顿长达28年来 对休斯顿艺术界的巨大贡献 他在休斯顿的艺术发展 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 写下了深深的一笔 他将自己的才华 传授于各大地区和社团 对于自己在休斯顿的表现 王老师也表示 对于自己所有的作品 都是尽力了 对 其实我的东西 在不同国家 在美国的不同城市 都有很多 当然我住在休斯顿 休斯顿就更多的机会让我做 我想每次我做东西 都是我想尽量的做到最好 就最好包括构思 包括构图 当然构思在前 然后构思 我一定要达到我自己的理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领事张传斌 在致辞中表达了对王维利艺术中心的祝贺 他表示 王维利老师不仅仅是老师 他也是所有学生的朋友 如一家人 如兄弟姐妹一般 正值艺术中心20年纪念日 献上休斯顿总领馆最忠心的祝福 而王维利老师对于本次 学生送给他的礼品自然也是非常满意 他表示 本次展出的都是以人物为主 也都是经过千锤百念才展出 也是学生们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那么首先来问王老师 王老师 这一次你们展出主要是以什么样的作品为主 主要是以人物为主 人物的形象 人物的身体 人物的表情等等 就是人物为主 这次没有展览 我们每次展览 还有这个 庆物啊 还有这个风景啊 这次都没有 因为我主要教人物 所以他们这次展览会是献给我的 作为移民在薛士顿的华人艺术家 王老师对于中国雕塑的发展 也给出了自己小小的看法 要出自内心 不要跟着别人走 用自己的心去做雕塑 那就好 我就这样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的证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